這個已經住了40年 然後是婆婆的房子 她後來就生病了很久 所以也不太方便整修這個房子 然後後來她在兩三年前過世 我們就覺得這個成舊的房子該整修了 所以我們就會找到吳設計師來老屋翻修 每次來到老屋翻新達人吳院長所設計的空間 第一件事情就會先問她說 今天的這個屋齡它幾年 不過我想這個屋齡再老 或者是狀況再糟的房子 我想都難不倒你 那麼今天因為40幾年的房子 所以有非常多的狀況 缺點也蠻多的 然後因為連動的關係 所以光線就不是很好 是 因為這個房子40年了 然後室內面積大概有35坪左右 那是標準的三榜兩廳 整個採光面來說的話 因為它進來完全是沒有光線的 因為它被之前的一個神明廳 跟一間房間阻隔掉了 所以你進來這個空間 會感覺到它很潮濕 然後完全是不通風的 裡面有很多木座的一個家具 所以它裡面在我們拆除的時候 有發現一個很大的一個白蚁巢 還有白蚁巢啊 哇天啊 所以這個屋況是非常糟糕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完全就是打開了 煥然一新 然後整個格局都不一樣了 所以一進來之後還有特別幫他們做了一個獨立的玄關區對不對 是 這次在格局調整上 進來我們就做一個落成區 然後它有一個獨立玄關的感覺 旁邊有鞋櫃 然後也有轉角櫃 那進來呢 我們有做一個端台櫃的部分 也加上了一些造型的鐵件 來區隔兩個空間 那其實在客廳的部分呢 我們有專門在隔了一個客房區域 那裡面我們也有配置一個衣櫃的功能 然後裡面也可以當通鋪 就是客人來也可以使用 就變成一個多功能的房間 對 然後聽說現在這個卧榻是一個VIP的座位 大家都搶著要坐 而且屋主超滿意的喔 是 因為從電視櫃來說好了 電視櫃我們這一次是用一個比較時尚 然後有一個繽紛的一個質感的壁子 那連結過來之後呢 我們為了整個空間看起來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連結了右側窗戶下面的一個卧榻區 那當然卧榻區我客人 他希望有一個VIP很放鬆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下面也做足了收納 那卧榻上呢 我有做一個滑板的一個桌面 然後重點是他腳可以放進去 那他就可以整個放鬆的這樣躺下去 所以這個全家都很喜歡這個位置 反正就是先搶先贏就對了 第一個來了就第一個躺 要躺多久就多久對不對 真的是很放鬆 對啊 但是其實呢在我們的這個客廳啊 沙發背墻的後方就是餐廳 那原本就是有一道牆是一個房間 那現在打開了之後呢 空間變得更寬敞 然後光線也可以投進來 可想而知他們一家人在那邊用餐 真的是很文型 是因為我們在沙發後面 做了一個背靠牆 那我們又延伸整個餐廳的寬敞度 那餐廳的位置呢 我們設計了一個長型的卧榻 那它可以彈性的做很多人 那下面也做足了收納 那對面呢我們也用了一個長型的椅燈 以便它可以拉出來跟放進去房的便利性 我們現在坐在非常可愛的這個餐廳區喔 不過這邊我有個問題想問吳院長 因為呢旁邊的左邊就是有一個男生專用的廁所 其實這個在一般的居家空間是蠻難會看到的 是因為那個屋主有特別強調說 他希望有一個比較獨立的一個小便斗的區域 然後他因為他緊鄰餐廳區嘛 所以我們有做了一個一個端台的腰櫃 然後搭配一下鐵劍的隔屏 那之後呢我們就把公共的浴室呢往後移 那這個浴室呢很特別是因為它是一個雙動線的 兩個出入口的一個門 那裡面也有特別安排了一些收納櫃的部分 那也有一個很大的淋浴間 那我們特別做了一些花磚來點綴這個空間 看起來很繽紛 那旁邊就是女孩房了 所以女孩房的配置呢 就變成是一個套房的一個配置了 不過呢還有一個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一個賣點 就是呢這一次的主臥房 哇它真的是2.0版的 我相信有很多相同年紀的屋主 其實可以做參考的對不對 是因為這次男屋主跟女屋主都已經快退休了 所以他們希望有自己獨立的空間 那他們就希望是分床之後不分房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很輕巧的推拉閣門 然後讓他們有一點區隔 那平常也可以把它推進去之後呢 可以放大整個主臥室的空間 OK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如果平常沒有在睡覺的時候就可以打開 但如果是要睡覺的話就是各自又獨立 互相不干擾對不對 那男屋主她的需求是什麼 是男屋主的話她希望是要有一個自己獨立的一個書桌 然後旁邊有一個書櫃的收納 當然一定要考慮到衣櫃的部分 對不過我想更驚人的是喔 這個女屋主的這邊呢 有幫她設置了一個小小的更衣間對不對 因為其實屋主她說她原本也沒有說特別要這個更衣間 然後你幫她設置了 那剛才跟我講說她真的很滿意 因為那邊是她的小店 是因為原先她是有一個衣櫃在正面的 我現在就是把衣櫃呢挪到更衣室去使用 所以出入口是在正面 正面進去就是有一個很完整的消耳間 就是一個乾式分離的浴室 對然後旁邊的牆面呢 就有一個掛電視的空間了 所以呢真的就是完全符合她們的需求 因為男屋主說有個書桌她可以上網 然後女屋主有個獨立的這個更衣間 然後有電視然後還有自己的這個衛浴空間 真的是太棒了 其實我覺得找這個吳院長做設計 真的是滿划算的 因為除了可以讓整個空間煥然一新之外呢 好像空間都變大了 就是整個提高品效了 我覺得呢好像比這個五倍券還好用 可是那時候應該五倍券都用完了啦 就是經過改造之後我就很驚豔 原來舊的房子大翻身之後 可以有這麼大的改變 然後我覺得吳設計師他會照我的想法 像魔法師一樣把我的想法都變出來 然後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棒 也很沒有後悔說我做了這個決定 謝謝大家 謝謝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